接獲又有瓦斯外泄 消防隊員緊急到場 拿出一氣四處走動 展開搜尋 希望能找到外泄點 實際檢測空氣中的瓦斯濃度 雖然氧氣含量正常 但附近居民還是好擔心 因為引擎連續好幾天 都聞到濃濃瓦斯味 測到數值最高的地方就在這裡 24號下午新竹縣竹北市 發射嚴重瓦斯外泄 釀成起爆意外 而在湖孔鄉的中心村 公園盤的田季橋 也有名就聞到濃濃瓦斯味 消防人員到場檢測 測出瓦斯濃度3114ppm 卻面臨沒有人力 可以到場維修的窘境 但不知道為什麼還這麼久沒有來處理 就怕外泄情形越來越嚴重 引發氣爆或是火災 瓦斯公司緊急派員一早就進行檢測 現在因為漏點的部分還不是很明確 因為這個還沒有到那個爆炸的範圍 沒有大話你就很麻煩 任何這個在哪裡有發生 我們都會立即派員去檢查 現場承諾會負責到底 瓦斯公司上午也派人到場檢測 但竹北和湖口接連傳出外泄意外 在原因找到之前 當地住戶就怕自己會變成下一個受災戶 每天都過得提心吊膽 最新的臉書章競爲一下後來參與吧 立刻下載競爭新文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競善競美 競好新聞